台股驚奇演出 後續會怎麼走?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還會跌破許多專家的眼鏡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留言投顧 陳學敬分析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股昨天是上演萬六大驚奇 不過今天的開盤表現 有一點震盪 所以投資朋友在想 是不是要選一些 1月份的營收成長股 會比較安心呢老師 好的 那我想這也是很多人 所最關心的一個話題 尤其隨著一個指數 這一波的一個漲幅 真的非常的驚人 很多人看到一個指數會拉回 結果他偏偏不拉回 那為什麼不拉回 原因很簡單 我們看一個圖表就可以知道 你可以看到 在今年全球的一個經濟 都是去年幾乎都負成長 只有中國大陸跟我國 是呈現的正成長 但是今年 整個這個全球經濟 都預期渴望出現的一個高度的增長 價值之下 所以後世的一個行情 我可以告訴大家 可能還是會跌破很多的一個專家眼鏡 可能還是會持續上演的一個 大驚奇的一個行情 當然大驚奇的一個行情 並不是叫大家說 我今天大漲上去過度去做追加 但是每一次如果有震盪拉回的時候 都是你的機會 那麼這個機會到底要怎麼樣來掌握呢 那其實很簡單 當然我們要懂得去掌握 第一個產業前景持續看價 第二個就是公司的一個營運 以及營收跟獲利能夠持續的成長向上 然後再來配合的一個籌碼面 跟技術面都處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之下 如果符合這些的一個要件的需求的話 那我想對於這些的股票 大家都仍然是值得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麼到底有哪些的股票還是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 特別是這次從整個的一個遠距的商機崛起 宅經濟 還有5G的一個時代來臨 包括電動車的商機 那這些都會帶動相關零組件的一個大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年 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延續去年的一個 缺貨漲價體財股 那麼在牌面上所有的缺貨漲價體財股 第一個就是護國神山的一個台積電 那我相信台積電應該不需要我再多說 包括的一個花旗的證券 他把目標價調升到900塊 甚至上看到1000塊之上 800塊也成為整個的一個法輪的一個共識 所以對於整個的台積電也好 或者是聯電也好 我相信這兩檔 在台股最重要的一個指標股 應該都還有往上上漲的一個空間 更機會 當然在上漲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怎麼樣去 掌握好的一個買點跟賣點 那我相信在今年應該都能有 不錯豐碩的一個利潤 那麼除了一個金元的一個代工之外 那麼包括的一個上漲的一個細金元 或ASIC的一個四星KY 我們可以看到 四星KY這些都是業績 元月份的業績成長股 所以為什麼這一波的一個股價 能夠飆漲的一個這麼的一個兇悍 當然股價漲多了 如果說出現的一個放量急拉 或者是爆量不漲的一個情況的話 當然就不建議大家過度做追加 但是如果說整個的一個籌碼面 技術面 那整個都能夠控制的一個配合相當的一個漂亮 那我想對於這些股票 都能來持續往上做一個震盪的一個 往上貢獻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從ASIC設計的一個四星KY大漲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創意 也是跟著的一個聯動的上漲 但是創意唯一比較可惜 就是第一季為單季 所以他第一季 元月份的營收是出現了一個月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一個 股價相對來講比較四星KY微弱 但是預計第二季第三季 因為整個的一個專案的入障 所以後續的一個產業的一個前景 趨勢會向上的一個加持之下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話我覺得 大家還是可以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麼除了這些的一個股票之外 包含的一個 包含的一個被動元件 這些也都是受惠5G跟電動車的 一個體財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被動元件兩檔的一個指標股 包括的一個國具也好 包括的一個華星客也好 那麼這兩檔的指標股 目前的一個量價配合都還算OK 那還算OK 那應該都還有續創新高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空間可以來做一個期待 那麼甚至包含的一個矽晶元 因為環球星 併購了四創之後 那也會帶動它未來的一個 營收的一個持續的一個成長 那麼像這些的一個股票 應該都是 當剛的一個台股 多頭人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麼除了這些的一個股票之外 那麼相關的一個零組件的一個需求 也都是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做一個留意的 讓我們快速的一個瀏覽一下 我把它找出了一個幾檔的一個股票 包括的一個怎樣 包括的一個三二模組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都是營收的一個成長股 也都是最近低檔 股價經過修正抽碼 經過沉澱 低檔量增 作價啟動的一個股票 甚至包括NetFlash的一個控制IC的一個 的一個地區 最近的標準都非常的兇 那從Flash的一個控制IC的一個標準 Sansung的一個這樣 德州廠的一個停電的一個影響 包括低潤的一個族群的一個金豪科也好 或者是Flash的一個群聯也好 甚至載到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封測股的一個日月頭 長滑 導線價長滑 封測股的一個超風也好 甚至載到的一個這樣 載到的一個電動車的一個體材 或者是電路的一個模組的一個 的一個繪狀科也好 載到的一個這樣 甚至載到的一個 航運股的一個長榮陽明 第一一月份的營收表現都非常的亮眼 那現在的VDI的指數也是急需的攀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台北股票市場上 排面上好股票真的很多 那麼在這些的一個 個股的輪動的一個價值之下 只要各位能夠懂得掌握到對的趨勢 選對的產業買對的股票 並把事情給做好 我相信今年應該 台北股市也會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個一年 那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在這個地方沒辦法 很詳細的為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如果說各位有需要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一個群組 那大師兄也都會非常樂意跟大家 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最後祝大家新春愉快 公牛年型大運 發大拆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銷 喜歡的老師的LINE跟Tag 才能解釋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